妻子的白月光被我误所进车库半个小时 圣怒之下 她把我关进在游轮船尾的小渔船里作为惩罚 仅沉受过的折磨 你必须双倍凤凰患有深海恐惧症的我绝望地流着泪 磕头认错 可换来的却是妻子冷冰冰的指责 她要我在这里待足七日 直至游轮抵达陆地 为期六天七夜的豪华之旅 在她与白月光甜蜜的时候 我忍受着滔天的巨浪 生锈的钢筋扎穿我的腹部 鲜血染红了船舱 即将登陆的前一天 妻子忽然心软 决定结束惩罚 可她不知道 那艘渔船早已在三天前因风暴脱钩 我早已死无葬身之地 何为这小子最近学乖了 好几天没看见她出来闹事 柳如烟摇晃着高脚杯里的红酒 娇笑一声 果然还是要狠心给她一点小小的惩罚 她才能学会听话 她身边的经纪人文言脸色变了几遍 如烟 何为那日被你关进渔船后 你似乎一直没说过 放她出来柳如烟的眼底 闪过一丝慌乱 但迅速地压了下来 多待几天 死不了人的经纪人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很难看 她犹豫一番 还是迟疑地开口 三天前船长通知公海上会有风暴 我们在邮轮上都感觉到海浪十分汹涌 放任何先生一个人待在那艘破渔船里 会不会出事 柳如烟一把将高脚杯搁置在餐桌上 力度之大 溢出了不少红酒 何为不是老说她有深海恐惧症 这下正好 已读攻读 好好地措措她的气形 免得她总是跑出来针对景臣 害我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 她唇角擒着冷笑 满眼的嫌恶 你不用再替她求情了 晚餐结束后 我会放她出来的 想必几天的禁闭会让她学会懂事 再给景臣赔礼道歉 我会同意让这件事翻篇的话音刚落 从泳池上来 头发还湿漉漉的景臣走到了她的身边 柳如烟方才的冷硬瞬间融化成了温柔 景臣哥哥 最近心口还痛吗 说着 他贴心地为景臣披上浴袍 你放心 我已经惩罚过何威了 伤害过你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景臣温润的眼眸 仿佛惊润了一汪春水 修长的手指擦过柳如烟的脸颊 有如烟在 我便遇到什么都会安心的她姿态大度地说道 我相信妹夫也不是故意的 只是没想到你居然这么生气 何威要是知道了 不会又要怪罪我吧 好大一个绿茶男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却没有一人听见 因为我已经死了 二 我不确定自己究竟是怎么死的 死亡让我忘记了许多事 可能是在渔船不堪巨浪的拍打 使得钢筋脱落 贯穿了腹部而死 也可能是坠海时看到了迎面而来的鲨鱼群 被一口一口啃成了碎肉 抑或是在无边的恐惧中将自己活活地吓死 死亡的痛苦仿佛成为灵魂也无法解脱 我被困在了这艘豪华巨轮上 看着我的妻子柳如烟和她白月光的一举一动 甚是亲密 听到景臣的担忧 柳如烟表情一沉 他敢 他要是真的有羞耻心 当日就不会那么折磨你 折磨 我茫然的沉思一阵 恍然大悟 我和柳如烟夫妻出游 六天七夜远离陆地的豪华邮轮之行 却没想到在船上与景臣不弃而遇 景臣对我开进货舱车库的布加迪威龙十分好奇 我当着他的面锁上了车门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唯独这个步行 这辆车是柳如烟送给我的结婚纪念日礼物 景臣笑容微僵 见四下无人 墨地将头贴近我 如此近的距离 我能清楚看到他眼中的恶毒与不屑 结婚了又怎么样 用手段让如烟怀上你的孩子又如何 如烟眼中还是有我没有你 他绝不会生下你的孩子的 你等着瞧吧 景臣诋毁我什么都可以 唯独不可以诅咒我未出世的孩子 我将他重重地抵在墙壁上 呵斥他滚远点 却没想到在我离开车库后不久 景臣被关在了偌大黑暗的车库里 对讲机里传出的声音惊恐而无力 口口声声地说他快要不能呼吸 他是不是要死了 我知道我的存在就是和威心中的一根刺 现在我走了 把你还给他 希望和威可以代替我永远爱你 柳如烟封了一般的冲向车库 去推拉紧闭的库门 失去了理智 精致的指甲断了好几根 在厚重的铁门上留下长长的血迹 最终在他的威胁下 船长打开了这道本该在登陆时才打开的库门 景臣蜷缩成一团 靠在门口的位置 衬衫被自己抓成一道一道 像极了受难的修道者 惹人心疼 我麻木地站在入口处 看到柳如烟抱紧了景臣 歇斯底里的哭喊 景臣哥哥 不要离开我 我当时就被气笑了 他们要是真这么深爱彼此 那我又算什么 等到柳如烟满脸仇恨地叫人把我左右架起 重重地丢进那艘挂在巨轮后头的小鱼船里 我才知道 我这叫他们爱情的助行游戏 你明明知道景臣有幽臂恐惧症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柳如烟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 是不是我太纵容你了 你不要觉得自己是影后的丈夫 就可以对我身边的人为所欲为 你要是还不知错 就永远别从这里出来 可是 他把景臣有幽臂恐惧的事记在心里 却忘了我有深海恐惧症 三 景臣唇角上扬 俨然对柳如烟的态度十分满意 你呀 就是太善良了 柳如烟无奈地道 在我认识的人里 没人比何威更惜命的了 你还好心挂念他 没准他自己一个人过得不要太滋润 我确实惜命 那艘破破烂烂的渔船 根本无法抵御滔天的巨浪 那一刻 铺天盖地的恐惧吞没了我 我被撞击的东摇西晃 后腰重重撞上异物 痛得我眼泪都快出来 却还是跪在了柳如烟面前 认下了所有罪 我不该记恨景臣 不该把他一个人关在车库里 哪怕明明不是我做的 可是我害怕死亡 我想活着 我祈求柳如烟不要这么对我 换来的却是他冷酷的痴笑 我还没怎么对付你呢 你就这么害怕了 那当时的景臣有多无助 你想过没有 何威 你不真正吃一次苦 都不知道什么叫懂事 我拼了命地向他磕头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 与众人扬长而去 咔哒一声 船舱啰嗦 海浪呼啸 把何威带出来吧 告诉他半小时内没收拾干净 算了 我亲自去见他柳如烟烦躁地 抓了把波浪卷长发 起身向船尾走去 可是当他真正走到船尾时 却望着船尾的几艘渔船 正弄了许久 似乎是在思考 当日关押我的是哪一艘 他想当然地 踹开一间船舱的门 何威 快滚出来 映入眼帘的 却是空空的船舱 柳如烟愣住 何威呢 他没有发现 渔船总共不过三艘 少了我那艘 分明如此 显而易见 人呢 他的声音猛然拔高 那艘关押何威的破船 去哪里了 经纪人跟在柳如烟身后 冷汗早已浸透整片后背 三天前船长通知 遭遇海上风暴 关何威的那艘渔船 那么破 会不会 柳如烟下意识倒退两步 恶狠狠瞪向经纪人 怎么可能 一定是何威自己 驾驶渔船跑了 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想 柳如烟当即决定 找船长要来监控 守在门外的警尘 看到他面色凝重 挽住了他的手 何威又惹你生气了 柳如烟的语气 有些疲惫 却没有停下脚步 他这次太过分了 我本想教训他一下 没想到 他竟然偷偷 驾驶渔船逃跑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他揪出来 给你道歉 那艘船已经报废 根本驾驶不了 他明明知道的 所以才会放心地落了锁 把那里当成我的死牢 可是船上的监控 因为先前的那场风暴 有大半的内容失效了 要想修复剩下的内容 至少也要到一天后 关于我的 也只剩下了柳如烟 将我关进船舱里的那一段 柳如烟突然暴怒 重重一拳砸在了屏幕上 好你个何威 逃跑还不算 怕我找你算账 还专门破坏了监控是吧 他气得连摔了好几个椅子 直至景臣上去制止 将他搂在怀中 一点点安抚他的情绪 都是有身子的人了 别发那么大火 对孩子不好不说还好 以说柳如烟怒气更甚 只见他冷不丁地 垂向自己的小腹 谁想生下他的孩子 四 认识柳如烟的时候 他还不是如今 众星捧月的女明星 我是一名编剧 我写出的剧本 让他一炮而红 后来便走到了一起 我不知道柳如烟的心里 一直藏着一个 叫景臣的白月光 两个人那会儿 都是娱乐圈的新人 景臣为了出国发展 果断地和他分手 刚在一起时 柳如烟在外面 行事欲张扬 面对我时 就于温柔而体贴 很多人都说 我找到了真爱 就连我也天真的以为 我们会一直恩爱到老 可在我们准备结婚的前夕 景臣回国了 那天柳如烟 望着手机上 景臣回国的新闻 出神了很久很久 我不记得从哪一天起 柳如烟开始 频繁地爽约 甚至一再拖延 早该举行的婚礼 柳如烟 你要是心里还想着别人 我们干脆不要结婚了 我和景臣 现在没有关系了 你不要胡思乱想 往我们身上泼脏水 可是 一个没有关系的人 会给别人的未婚妻 发这样暧昧的短信吗 如烟 如果当年我没有选择出国 后来的新郎会不会是我 我无意间看到的柳如烟的回复 让我整个人如坠冰枯 会 只是何威救过我一命 我必须偿还她的恩情 当年在外国拍摄一场 海上戏份的时候 柳如烟意外被离岸流卷走 如果不是我拼了命地去救她 她早就葬身大海 在逐渐平静的海面上 我们同时见证了 一轮明月缓缓浮现 原本在我的怀中 颤抖不已的柳如烟 忽然不动啊 两久 她报警了我 何威 我们结婚吧 为了能早日嫁给我 柳如烟甚至将我灌醉 怀上我的孩子 原来这一切在她的眼中 都只是以身相许的恩情 分明是她先主动的 最后却变成了是我的胁迫 才害得她不情不愿的怀孕 这样的婚姻 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我本打算这场旅行结束后 就和柳如烟提出离婚的 就让这场海上明月 永远地定格在回忆里吧 可是我没有机会了 就在柳如烟在船长室里 大发雷霆的同时 返航的途中 游轮经意外打捞上渔船的残骸 船毛挂在了附近的礁石上 隐隐可以看出游轮的logo 为了安抚柳如烟 景臣贴心地为她盛上一杯红酒 可柳如烟只是举着高脚杯 没有喝 此时她的眼皮跳得厉害 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 经纪人惊慌失措地跑了过来 那样匆忙 甚至差点跌了一跤 如烟 那艘破船 是 是之前官和威的 柳如烟只见威颤 却仍强装镇定 那又如何 说明她早就逃之夭夭 留下条破船混淆视听的 经纪人一副 马上就要哭出来的样子 颤颤微微捧出一件 湿漉漉的上衣碎片 正是我当天穿的一件 牛仔服外套 柳如烟脸色骤变 她手一抖 高脚杯摔碎在了地上 蜿蜒的红酒 宛如流淌的鲜血 身体不受控地颤抖着 直至腿间裙摆 映出了鲜红色 柳如烟流产了 五 柳如烟撕心裂肺地惨叫着 被抬上了手术台 如果是在陆地上 老练的医生 立刻就能阻止流产的迹象 可惜这是位于公海上的邮轮 缺乏经验的随行医生 只能给她迎产 柳如烟脸色惨白 不间断地咬牙咒骂我 何威 这就是你的报复吗 我现在失去了孩子 痛不欲生 你满意了 你好恶毒 我不是女人 不知道女人流产的感受 可是我死了 我知道死亡是种什么滋味 看到衣服碎片的同时 我想起来了 海水倒灌进船舱的时候 我还没死去 我一边忍受着剧烈的颠簸 一边看到有明灯自窗外亮起 我还以为柳如烟回心转意 惊喜地迎了上去 却直直地对上了 景臣那双充满恶意的双眼 船毛是不可能脱钩的 是景臣买通了船员 当着我的面 亲手敲碎了那只钩子 景臣在临时手术室门外焦躁不安 确认了船员们 只打捞上渔船残骸 和我一些衣服碎片 并未打捞上我的尸体时 他松了口气 柳如烟的孩子没有了 现在正是最脆弱的时候 景臣是这么认定的 面带微笑地坐在床边 柔声安慰道 别怕 还有我呢 可我却看见柳如烟憔悴的身躯上 还笼罩着一层活人看不见的阴霾 他定定地打量着景臣 似乎想要看清他的真面目一般 我再清楚不过这样的眼神 曾经无数次在景臣冤枉我时 他也是用这样的目光审视我的 景臣被他盯得有些毛毛的 如烟 景臣 我想回家了 他勉强扯出一个笑 之前答应你的事 先缓缓吧 我想一个人先敬一敬柳如烟和景臣 虽然关系暧昧 但二人的关系 本质上仍是合作伙伴 景臣建议柳如烟 去投资一项国外的项目 需要启动至少数百万 甚至上千万的资金 足以掏空他所有的积蓄 景臣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清一阵 白一阵 梁九 苦涩地笑了笑 我等了你这么久 难道还急于这一时吗 何维欧气离家出走 你现在没心情 我可以理解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不成何维还活着 柳如烟陡然拔高音量 几乎可以说是在吼他 一时间连我都惊讶了 我从来没想过柳如烟 居然会为了我的事 吼他的白月光 景臣被吓到了 眼珠子滴溜溜地转 僵硬地身变 我觉得 他当然没那么容易死啊 这部 连人都没找到 一定在哪里活得好好的 和我一也是演艺圈的人 又是个编剧 没准这是他故意这么做 故意留下几片衣服碎片 想看你因为失去他 而痛哭流涕呢 柳如烟难掩梅雨间的疲惫 许久才重新开口 对不起 我不该冲你发火的 你先出去吧 有什么事 我们回到陆地上 再说景臣紧绷的心放下 在他安心离去时 没有看到柳如烟 瞬间冷下来的双眼 何为 你到底去哪里了呢 他难难道 我就在这里啊 灵魂的手覆盖上他的手背 可是他感觉不到 六 自称为了照顾柳如烟 景臣搬进了我和他的家 柳如烟没有反对 像是默许了这一切 我的灵魂被迫跟着他们回去 眼睁睁看着这个我曾经的家里 一点点失去了我生存过的痕迹 取而代之的是景臣的生活用品 很多人来看望柳如烟 起先对看到男主人姿态的景臣感到诧异 在得知我失踪后 纷纷表示了鄙夷 连老婆出了这么大事都不管 我以前真是看错他了 本来就觉得何为小度鸡肠 果然半点都比不上男神景臣啊 我的助理小宋没有说话 他带来了自己包的鸡汤 嫂子 吃点东西柳如烟吃不下 事实上自从游轮上下来 他的状况就一天比一天更糟糕 小宋犹豫了很久 终于趁景臣不在 快速地将一封文件塞到了他的被子里 看清硕大的离婚协议四个字时 柳如烟一把钻紧了纸张 嫂子 我师父早就打算跟你离婚了 倒不是不爱你了 反倒是因为放不下 才想到成全小宋说着说着 有些许的哽咽 你说 他这么珍惜你的人 会放任你出事 至今不管不顾吗 我反正不信他 柳如烟声线发色 除了这个 他还有没有别的安排 是我不知道的 小宋神色微宁 迅速地缩了眼 在客厅里滔滔不绝的景臣 小声地说 虽然师父没明说原因 但是他在刚登上游轮前 给我打了的电话 说 小心景臣灵气 送走最后一波客人 景臣想到他对我的种种污蔑 又起了作用 现在下落不明的 我一定成了众人眼中 屎乱中气的渣男了 便感到无比的得意 他哼着歌 戴起一枚戒指 走到正愣出神的柳如烟身边 如烟 这枚戒指我很喜欢 可以送给我吗 我飘过去一看 赫然是我的订婚用的对戒 话音刚落 柳如烟就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地 夺了过来 连把景臣的手抓出血了 也不知道 不行 这是我和他的专属戒指 你不可以拿走 何微知道了 会伤心的景臣身体一颤 谋中满是不可置信 我也不敢相信 柳如烟居然拒绝了景臣 难道一个人失踪的威力 真有这么大 让他改变了那么多 早知道这么有用 我生前就该这么试试了 景臣的表情十分勉强 如烟 你好好休息 我去隔壁客房了 离开主卧的景臣 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猙獰 到底是女人 这么感情用事 不过还好 他深呼吸 勾起一个愉悦的笑 和我已经死了 再也没人知道我的秘密了 飘在半空中的我困惑而迷茫 难道我知道什么吗 八 我飞向了大海 听到景臣那句话的同时 我短暂地获得了自由行动的能力 自从我死后 我的记忆就断断续续的 只能伴随我死亡真相的推进 才能慢慢想起来 我深吸一口气 催动魂魄化为灵力 潜入了深海 柳如烟在出小月子后 答应了景臣的追求 他表面上装得与景臣恩爱无比 仿佛破镜重圆的一对恋人 背地里却开始联合小颂调查起来 等到我回到的时候 他们居然都开始谈婚论嫁了 我问过专业人士了 何为失踪满两年以上 你就可以上诉解除婚姻关系 景臣笑呵呵地在柳如烟的身上 比划婚纱 只要再等两年 我就终于可以把我年少时的挚爱 取进门了柳如烟含笑看她 笑容美艳却有种说不出的残酷 你怎么就笃定和威这两年 不会回来呢 景臣一致 有些心虚的目光躲闪 为什么又提起她 难不成你心里还放不下她 跟我只是玩玩而已 柳如烟叹了口气 在她的脸颊上轻柔地落下一吻 想什么呢 我盼着可以嫁给你 都盼了多少年了 只要是我想做的事 谁都无法阻止我 我看到她的订婚事宜 势必恭亲 每一个细节都推敲到了极致 我第一次知道柳如烟也能为婚礼 做到这个程度 当初我们准备结婚的时候 我几次要她跟我一起商量婚礼事宜 她总是不耐烦 甚至会发火 你不知道我现在很忙吗 多少狗仔对家盯着我不放 一个婚礼而已还要我事事轻微 万一被拍下来 你想过我会怎么办没有 最终我们的婚礼 只是草草地在草坪上举行 只邀请了几个朋友吃了桌饭 可是这样的柳如烟看起来并不开心 忙了一天 她有些疲惫 随手走进一家咖啡店 九 原本忙碌的店员在看清柳如烟时 忽然惊喜地叫了一声 如烟姐 柳如烟一愣 她以为被粉丝认出来了 可是当她迟疑地看过去时 发觉此人有些眼疏 那名店员小伙惊喜地跑到她面前 如烟姐 你不记得我了 那年你和何先生来我们孤儿院做活动 说我看起来认真刻苦 便答应了要资助我小伙自豪地展示自己 现在我都长这么大了 上了大学 也可以出来养活自己了柳如烟 表情善善 有些不知所措 她当然是不记得这名少年的 因为当年柳如烟宣称资助孤儿 只是为了炒作新剧 真正心疼并且资助到底的人 是我 少年往他身后不住地探头 怎么就您一人 何先生呢 柳如烟面色一白 少年仍自顾自地说道 你可能都不知道 何先生是我们店里的常客 他经常来我们店里写剧本 买蛋糕 说是他妻子最爱吃的 我每天都会专门给他留一份呢 您现在需要吗 说起来 我好像好久没见过何先生了 您是他的夫人 您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柳如烟夺门而出 他拼尽全力地向前奔跑 不顾旁人的眼光 终于耗尽了全身的力气 无助地依靠着一棵树干 缓缓下滑 何威 你究竟去哪里了 一滴青泪顺着那张美艳的面孔滑落 你的报复已经够了吧 别再吓唬我了 你回来好不好 手机铃声适时地响起 我分明是个死人了 却也能感到身体猛地一颤 柳小姐 我们似乎找到您的丈夫了 是 虽然是我催动灵力将自己打捞上来 好让巡航人员发现的 可真的到了太平间 我反倒不大敢看下去 坠海的海域充满了鲨鱼 我的尸体被啃得七零八落 残留下来部分也已炮成了巨人关 早就看不出何威原本的样貌了 柳如言颤抖到几乎要崩溃 不会的 这不可能是何威的 他又哭又笑 何威是个轻瘦的帅哥 这个人连脸都没有 凭什么就认定了是他 可是打捞人员是在确认了我的DNA后 才通知他来认领的 死因 多处致命伤 溺水 被鲨鱼啃食而死 他颤颤巍巍凑近了 安置我尸块的解剖台 尝试着想辨认我的五官 可是我只剩下一半的头颅 早已被炮得不成样子 本人看一眼都想吐 似乎想到了什么 柳如嫣立即将视线 锁定在我尚且完好的左眼 在那里 有一道猙獰宛 宛如蜈蚣般的疤痕 那是刚和柳如嫣在一起时 为了帮他抵挡疯狂黑粉时 受的伤 匕首直直擦过我的眼皮 差一点我就会永远地 失去这一只眼球 却最终落下了这道丑陋的疤 平常要么被墨镜 要么就是被长长的刘海遮蔽 仿佛就能当这道伤疤不存在一般 柳如嫣便也忘记它的存在 可是那一天的她 紧握住我的手哭的梨花待遇 你又救我一次 我要怎么报答你才好 我当时是怎么说的 我只要你开心就好 只要想到你是幸福的 哪怕哪个给予你美满的人不是我 我也会感到由衷的欣慰 柳如嫣破涕为笑 捧着我的脸重重吻上一口 说得像是我们要分手了一样 我谁都不要 我就要你 我要给你好多好多的孩子 然后亲口告诉他们 你们的爸爸是盖世英雄 我无法预知到未来会发生什么 可直至死亡 我也依旧坚信 至少那时候的柳如嫣 是真的爱我的 只是她许下的每一个诺言 全都食言了 她正正的凝视那道疤 末地落下一滴泪 我下意识伸手去接 泪水却穿过了我半透明的手掌 柳如嫣又陆续地发现 我身上更多的伤口 表情一点点变得愈发惊恐 你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伤 大浪滔天 我不是没尝试过自救 可是一个剧烈的颠簸 船舱分离 我直接撞上了一根尖锐无比的钢筋 鲜血请客染红了船舱 那个置我于死地的人仍不解气 不顾劝阻地扑上来 用刀划烂我的脸 在接连补了好几道致命伤 答案似乎已经明朗了 会这么恨我 巴不得将我碎尸万段的人 只有一个 景臣 十一 我什么都想起来了 因为早已计划好 结束邮轮之行 就和柳如嫣离婚 一时情绪低落 我便躲在车库里 暗自抚摸那辆真爱的 布加迪威龙 原本是计划停靠岸后 带柳如嫣去兜风 再挑个合适的时机 提出这件事 可是偌大空旷的车库里 我却听到了景臣打电话的声音 景臣回国后 接触柳如嫣 其实是有目的的 她在外面欠了几百万美金 再还不上 国外的黑社会 就要剁了她去喂鱼 景臣对着电话点头哈腰 说 她很快就可以把柳如嫣 多年的几千万积蓄 拿到手了 如果大哥们还觉得不够 我可以把女明星如嫣骗出国 卖给你们当玩具 哈哈 反正那个蠢女人最听我的话了 卧槽 我愤怒地一拳干倒了她 骑在她身上 一下又一下地招呼着 直到景臣哀嚎求饶 我揪住她的衣领 立声警告道 离她远一点 我一直以为景臣与柳如嫣 是有情人阴差阳错的故事 为了如嫣能幸福 我愿意让出往后余生 可是景臣居然是这种人 那我绝对不可能把如嫣交给她 我要报警 让法律去制裁她 景臣的报复来得太快了 柳如嫣又不信我 我便只有死路一条 当我想起生前最后的记忆的时候 柳如嫣也接到了小宋的调查结果 景臣为了陷害我勾结船员 故意把自己关在车库 现在那些参与过犯罪的帮凶 也全都被小宋和柳如嫣找出来了 柳如嫣擦了擦脸上泪 显得异常平静 知道了她关掉手机 深情都望着我的失手 我知道我错得很彻底 不奢求你的原谅 但至少这一次 你会在天上帮我的 对吗 12.柳如嫣和景臣的订婚仪式 如期进行着 可这一次 她像是之前对我那样 平凡地对景臣爽约 原本商定的场地 一再因为柳如嫣的不满推辞 几乎所有酒店都将景臣拉黑了 景臣急得嘴唇上冒出了好几个撩泡 冲着电话咆哮 你这婚还结不结了 柳如嫣挂断她的电话 发过来一张邮轮的照片 我想在海上举行婚礼吧 你懂我的 我一向最热爱航船旅行 自从杀了人后 景臣就得了邮轮 PTSD 看到照片时狠狠地咯噔了一下 但为了早日把柳如嫣的财产要到手 还是咬牙答应了 登船那天 出乎意料地来了许多媒体 这有为柳如嫣一向低调的作风 景臣看到那些媒体将镜头聚焦在她身上 探究 不大友善 朋友们和受邀的媒体 齐聚在这场海天盛宴上 就在景臣以为她即将成功之时 警察突然突破伪装将她拿下 邮轮已经起航 这里就是柳如嫣故意为她设下的圈套 柳如嫣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将所有证据在景臣绝望的注视中 一并交给了警察 随后俯下身子 与被制服在地的景臣对视着 我问你最后一次 何为她怎么死的 景臣还在做垂死挣扎 就是不肯承认她做了什么 柳如嫣轻笑一声 之前听信过景臣谣言的朋友们 也反应过来 难道何为失踪的事 真的另有隐情 景臣干了什么 我们错怪何为了 如嫣 何为去哪了 你快说呀 所有人很快就能在热搜上 看到答案了 十三 著名编剧被人谋杀 葬身大喊 景臣杀人的事证据确凿 加上赌博欠债等一笔烂账 背叛了无期徒刑 朋友们归在我的墓碑前 痛哭流涕 没想到我们冤枉何为 柳如嫣一直表现得淡淡的 坐车去往关押景臣的监狱 景臣的两颊深深的凹陷下去 再不负白月宫的风貌 她看到柳如嫣的那一刻 眼睛都亮了起来 景臣 你是来救我出去的对吗 柳如嫣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反问道 景臣 你害死何为的时候就不害怕吗 景臣的脸沉了下去 良久 喉中发出一声暴笑 柳如嫣 你以为杀死何为的人 只有我一个吗 从最开始的忽视 乃至恶语相向 甚至是在邮轮上 明晃晃地偏袒 她的眼里全是不屑 你才是那个 害死何为的罪魁祸首 你这个虚伪的女人 景臣 景臣已然疯魔了 被景卫嫁走之前 仍在叫嚣着 我就告诉你了 我不后悔 凭什么她能跟你在一起 我就不行 凭什么所有人都爱她 我非要把她的一切都抢走 而你 这辈子都活在 失去挚爱的痛苦与悔恨里吧 没人比景臣更懂得 戳中柳如嫣的痛楚了 我听着只觉得好笑 景臣说的一点不错啊 但凡她能在当初 坚信地选择我一次 即便只有一次 我就不可能死去 我知道我马上就能离开了 我的一切污点都得到平凡 作品被荡成传世之作 受无数人怀念 几乎每一天都有朋友 亦或是粉丝来看我 所有人的脸上都盛满了悲伤 尤其是我资助过的学生 我的墓地 在一个僻静的山清水秀之地 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坟包 里面是柳如嫣流产的 我那还可怜的孩子 柳如嫣从始至终不敢来见我 她患上严重的抑郁症 终日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捧着我们的回忆又哭又笑 一天比一天变得销售不堪 我在人世的最后一个所见的画面 是柳如嫣躺在浴缸里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划开了脖梗上的大动脉 何威 我来找你了 没有你的世界 我一天也活不下去 可我转过了身 灵魂刹那间消散 生生世世 再也不见 番外景沉 如果时间能倒流 我想我不会出国 只要我不出国 如嫣就永远不会离开我 我曾经是那么自信 以为柳如嫣会永远守候在我身后 不论我最终变成什么样 她都会爱我如初 国外比国内更鱼龙混杂 等我猛然清醒的时候 早已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我想当然地回了国 可是她的身边有了别的男人 何威 一个近年来声名确起的编剧 一个富有才华的编剧 可比一个过期的男演员更有价值 我不甘心 极度地要发疯 可能如嫣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她看向何威的眼神 早已胜过我当年 多年来的朝夕相对 令她明白了 真正爱着她的人是谁 一边是年少的遗憾作祟 一边又是国外黑社会势力的 穷追猛打 我便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我差一点就成功了 我利用如嫣 对我那点初恋情节 反复击打何威的要害 果不其然 他们二人开始频繁地争吵 每次看见何威眼中的受伤与黯然 我就快活得不得了 我最开始没想过杀人 都怪何威撞破了我的秘密 我一时慌乱 才想到杀人的下策 天里昭昭 报应不爽 最终落得个牢底坐穿的下场 也是我活该 坐牢的每一天 我无时无刻不再想我的前半生 我甚至嫉妒起何威那个死人 他都死了 如嫣却比他活着时更爱他 后来 我听说柳如嫣也死了 这一刻 我才真正地感到后悔 我爱他 倘若早知道我的所作所为 会让他走上绝路 我绝对不会做出伤害他的事情 在监狱的第十二年 我因甚衰竭而死 再一睁眼 我回到了刚出国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没欠债 正当我欣喜若狂地 订好机票回国 忽然听见身边路人们 兴奋地往海边怕跑去 快看 那里在拍电影吗 这也太浪漫了 渐渐低垂的夜幕下 一轮明月却从海平面冉冉升起 海上相拥的一男一女 注视着彼此 忽然女人主动碰了碰男人的双唇 男人便抱紧了他 加重这个吻 目睹这一切的我自嘲地笑了笑 将刚买来的机票撕烂 溜进垃圾桶 再也没有回头 全吻完 是谁都会有什么事啊 我让你去看